7月30日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延凯介绍 加强冷链食品监管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之一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筹多部门联合执法 对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全面排查 将农贸市场食品生产企业商超餐饮服务单位等 作为重点排查对象 各区建立进口冷链食品管理台帐 有效夯实监管基础 同时要求本市生产经营冷冻水产品 肉类食品加工企业与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建立送检制度 如有情况立即向疾控部门报告 便于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同时三官部门对北京市储存冷冻冷藏肉品 水产品的冷酷持续开展排查 截至7月30日 累计摸牌三官冷酷4719个 重点检查储存条件 温度控制 产品追溯 以及依法备案等管理重点 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进行整改 累计采集冷酷相关食品从业人员环境核酸检测样本 8.69万个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对大连凯阳食品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海鲜产品 开展全面风险排查 监管产品采取下架停售措施 有效防控了疫情风险 陈妍凯表示 市场监管局会持续完善冷链食品防疫工作机制 做好冷链食品源头端生产端 市场端消费端等各环节的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以农贸市场 商超中的肉类 水产品等冰鲜冷冻类食品的生产经营区域 以及作业过程中的设备设施 工具 用具为重点 开展环境核酸检测 督促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落实落细 环境消杀 卫生清洁 场所通风及人员防护等防疫措施 让广大消费者买得放心 吃得放心 据了解 6月11日零时至7月29日24时 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 累计报告相关确诊病例335例 治愈出院316例 在院19例 大连市疫情关联病例累计3例 尚在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例